咪咪我們今天要講故事了 你要聽什麼故事啊 不想聽 吃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貪吃的 小野豬 那不就在說你嗎 每天都說我餓餓我還餓餓 媽咪我要吃餅啤 媽咪我要吃點心就是你啊 貪吃的小 蜜亞 小蜜亞對 貪吃的小野豬 然後這個 這本書還有兩個 還有另外一個故事耶 另外一個故事叫做魔琴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故事 我們來看看 貪吃的小野豬還有魔琴 小野豬很貪吃喔 每天總是吃個不停 有時候嘴裡嚼著東西 左手還拿著餅乾 右手拿著糖果 小野豬越吃越胖 媽媽說他快胖得像個大圓球了 你看他不只吃正餐 還吃好多零食蛋糕餅乾糖果 小野豬不但愛吃也愛做夢 他看見大石頭就想到大饅頭 看著天上躲躲的白雲 就想到大餅 漢堡蛋糕 小野豬滿腦子裡想的都是吃的 好餓喔 有一天小野豬在葡萄園裡遇見了小狐狸 小狐狸因為購不到葡萄正發愁呢 看見小野豬就對他說 我們一起來把葡萄摘下來吧 小野豬心想可以吃到葡萄 於是答應和小狐狸合作 你看他把小狐狸扛在他的肩膀上 然後小狐狸比較輕他去摘葡萄 小狐狸很快的摘滿了一籃子的葡萄 從小野豬的身上跳下來 馬上露出狡猾的笑臉說 貪吃的小野豬再見啦 他有沒有把葡萄分給小野豬啊 沒有耶 小野豬追不上狐狸 還被大樹根拌了一跤 他自言自語說 嗯,好大的炸雞塊喔 小野豬被騙很生氣 躺在床上看著畫發呆 最後睡著了 夢見畫裡的小動物們正在開園遊會 有好多好吃的東西喔 小野豬看了直流口水 於是也跑進園遊會裡 大吃大喝起來 嗯嗯嗯嗯嗯嗯嗯 你看他在做夢啦 所以這是夢境 一隻大嘴巴怪獸出現了 看見小野豬興奮的說 你怎麼貪吃又肥又胖 最適合我的胃口啦 小野豬嚇的大喊救命 大油棍求求你放了我吧 我再也不敢貪吃了 媽媽叫醒小野豬 別怕沒有怪獸 是你吃的太多又做了夢了 所以根本就沒有怪獸喔 這個故事只是要告訴你不要貪吃 不要一直吃一直吃都不休息對不對 好第二個故事是魔琴 琴是一種樂器喔 我們來看看這把琴 可以彈奏出什麼樣的樂器吧 龍門山是一個風景很美麗的地方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山上的樹都枯了 花而洩了 鳥而飛走了 哗啦哗啦的流水停止了 只剩下一棵長得很大的梧桐樹 所以你看其他的樹都枯了喔 只剩這一棵大樹還綠意盎然喔 山裡的一位影士 繞著梧桐樹走一圈 笑著說哈哈原來是你在做怪啊 吸走了所有的陽光和水分 影士把梧桐樹砍倒 做成一把很大的琴 影士彈奏出春夏秋冬四季變化的曲子 一變又一變 說也奇怪 景色也隨著不斷的變化 所以這看起來像什麼 秋天的景色對不對 好接下來是春天的景色喔 花兒又開了 鳥兒也飛回來了 龍門山又成了風景美麗的地方 國王聽說有神奇的魔情 就命令影士把魔情獻出來 可是國王的琴詩彈出來的聲音很難聽 國王的耳朵都快震聾了 國王抓影士來問罪 為什麼琴詩不能彈出好聽的聲音呢 影士回答 國王陛下 這並不是什麼魔情啊 只是我彈琴給很多人聽 而琴詩只彈給您一個人聽啊 國王終於明白了 把琴還給影士說 你還是去彈給大家聽吧 所以把好聽的音樂分享給大家 才會演奏出美妙的音樂喔 霸佔一個東西並不是好事 對不對 這就是魔情的故事了 好 有沒有問題啊 好不好聽啊 李恩